这是荒野独居史上最精彩的一季 不仅生存时间更长 过程更加残酷 十位求生专家被投放在北极荒野 坚持到最后的人可得50万美金 参赛者不仅要搭建庇护所寻找食物 还要时刻提防黑熊灰狼搏露的袭击 而且他们只能携带限定的十种工具 很多人觉得自己去也能行 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参赛者卢克来自美丽的夏威夷 平常除了研究玻璃的雕刻艺术 就是琢磨如何在野外生存下去 他从小在父亲的户外学校长大 耳濡目染学会了很多求生技能 射箭钓鱼搭建庇护所样样精通 更擅长利用野外资源 制作各种打野工具 这次离开老婆孩子来参赛 主要就是想赢下50万美金 顺便给儿子立刻榜样 目送工作人员离去 卢克才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 沙滩上随处可见的黑熊脚印 宣告着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在这里生活着超过4万头黑熊 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已经吓尿了 但卢克却没有任何的担心 因为他早就做好了猎熊的准备 继续向前发现一条明显受到 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钻了进去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只松鸡 不慌不忙的调整好角度 瞄准射击动作一技呵成 这么远的距离一击必杀 这家伙确实有两把刷子 眼见松鸡挣扎的如此痛苦 好心的卢克一把送走了他 刚开局就能吃上如此美味 卢克笑得肚子都在打颤 接下来出场的男人就有点厉害了 身上有着一半阿萨巴斯坎人血统 也是本季唯一没有增重的参赛者 瘦弱的身体与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59岁的老李一直生活在阿拉斯加原始森林 当别的孩子在学习阿波斯德 他早就在研究打猎和设置陷阱了 平日里他们家族以捕鱼为生 除了每天有吃不完的鱼肉外 冬天也会去狩猎陀鹿和黑熊 是地地道道的荒野原始居民 所以对别人来说这是残酷的生存挑战 但对老李来说只不过是换个地方生活 目前他拥有一架小型自然飞机 也是村落沟通外界的唯一桥梁 这一次参赛的目的是赢下50万美金 去买一架更大的飞机为部落服务 经验老道的他用了半天时间 就搞定了临时庇护所的框架 用苔藓和第一把床铺设好后 老李开始动手制作鹿亚鱼竿 要在这里延续家族的捕鱼大夜 突然远处水域传来异响 老李以为有黑熊来袭 立马起身拿起斧头 小心翼翼地摸了上去 来到河边后才发现 是一只水癞在嬉戏玩耍 只是这距离太过遥远 根本无法射杀 老李只能信心而归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突变的风向直接把卢克呛醒 还把他的睡袋烧了好几个大洞 看来要换个好的地方扎营了 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搞点吃的 驯鹿湖景色优美 物产丰富 地上长满了不要钱的蓝莓 吃起来甜滋滋还富含维生素 正当他采集的兴起时 突然发现远处一道黑影闪过 卢克断定是初来觅食的黑熊 既然看到了肉 那还吃啥素呢 他立马丢下了蓝莓跟了上去 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卢克冷静应对 一键射出 结果连根熊毛也没碰到 接着装好箭矢再来一发 看着落花而逃的蛋白质 卢克直接记得口吐芬芳 就差那么一丢丢 自己就可以成为 荒野独居史上第一位猎熊人 遗憾归遗憾 他还要把为数不多的箭矢找回来 毕竟每个人只有九只用完就没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三天 睡梦中的塔兹被林中的松鼠吵醒 他怒气冲冲地提着弓就冲了上去 很快林中响起了拉弓射箭的声音 这只小松鼠就是他今天的伙食了 塔兹从小在巴西的农村长大 为了生计来到美国农场打工 这个狭小的树屋就是他的家 因为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 只能靠打猎钓鱼来获取食物 被迫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技能 尤其是擅长追踪大型猎物 这一次他把猎熊设为首要目标 力争坚持到最后赢下50万美金 然后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 一家人过上有钱人的小日子 不过想要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 食物的储备至关重要 为了增加捕鱼的成功率 塔兹决定做一条独木舟 把鱼往下到深水区 他用云山树枝做框架 用烧过的枝条做肋骨 认真处理每一个细节 尽可能让船体做到完美 为此塔兹一直忙到深夜 独木舟的框架裁锯雏形 隔日他锯掉多余的材料 用绳子进行了二次下骨 把尖锐的地方包上苔藓后 整体用防水布包裹起来 一条漂亮的独木舟就完成了 至于能不能飘起来 迫不及待的塔兹下水试了试 好家伙比想象中的还要稳固 相信有了独木舟的buff加持 塔兹与家人的团聚指日可待 相比于塔兹的金雕细琢 老李的法子就略显粗糙了 他用铁丝将木头拼接在一起 就造出一个原始简易的木筏 当即踩上去试了试 浮力不错非常平稳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滑到了上次发现水赖的位置 他相信在这个地方不枉 可以逮到大鱼 等待的时间里 他也没有闲着 而是找了个吊位开始抛干 持续站到了半个点 就有大鱼要勾了 拖上岸一看 好瞎缓 是条五六斤的大胡尊 心里内葬时 还意外收获了鱼卵 鸡肠碌碌的他 直接塞进了嘴里 口感那是相当的Q弹鲜美 眼见天色开始转岸 老李又急匆匆地跑去查看鱼网 远远就看见上面露着白色鱼肚 淋出水面才发现 是一条缩子鱼 一天之内收获两条大鱼 老李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 当即割下一大块鱼肉 美美地吃了起来 下一位挑战者是朱迪小姐姐 今年45岁 来自美国怀俄明州 在寻找搭建庇护所的位置时 意外发现了一大片迅鹿苔藓 这可是铺床的好材料 既柔软又干燥 朱迪拥有自己的农场 一直在荒野中生活 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他 一生都在追求野性和自由 他还是一名优秀的猎人 擅长建造和钓鱼 只因农场工作时发生意外 令生活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但内心一直有个声音 让他重新站立起来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证明自己就是他参赛的目的 经过多方考虑 他找到了一个扎营的好地方 既靠近水源 还被风向阳 也不会有枯枝 从天而降 而且方便寻找柴火浆果 同时又不在猎食动物的必经之路上 绝对的风水保地 很快临时庇护所就搞定了 虽然看起来比较简陋 但足够为他遮风避雨 阿兰就是本季第五名参赛者 他在一所高中从事户外教学 虽然没有特别的经验技能 但是从小就酷爱射箭的他 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比赛冠军 人生最大的爱好 就是钓钓鱼 泡泡妞 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加拿大北部 可以说占据了主场作战的优势 此时的他正在做一个钓鱼塞 就是一种形刺小鱼的甲尔 选用含水量高的云山制作 可以让鱼饵入水更深一些 阿兰的生存策略非常简单 把食物的获取摆在第一位 做好了鱼饵之后 阿兰开始钓鱼 没想到一上手就钓到一条大无尊 这家伙估摸着有三四十斤 没有鱼干来帮助鱼线泄力 徒手钓起这么大的家伙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鲜的鱼籽馋得阿兰口水直流 但考虑到安全 还是煮熟比较好 晚上阿兰就喝上了鲜美的鱼汤 为了获取到足够多的脂肪 他把鱼皮和鱼籽都吃了个干净 只是这味道有点不尽人意 塔兹在手航成功后 就一直忙于编织鱼网 今天布置在岸边的刺网 终于如月布到了一个大家伙 他立即在岸边搭起三脚架 准备把鱼肉进行烟熏保存 把分割好的鱼肉一一挂上烤架 再在外面包上厚厚一层苔蟹 接下来就是等鱼肉慢慢熏干 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食物 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早上塔兹检查烤炉时 发现里面还有一些鱼镜 于是想着把火稍旺一点 好加快鱼肉的烘干速度 结果这一举动直接给干着了 等他从湖里取来水 把火浇灭时 鱼肉已经烤成了木炭 烤架也跟着复制一具 刚到手的食物就这样没了 气得塔兹差点吐血 下一位参赛选手是安 今年已经56岁了 一落地就犯了晕头症 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稍稍淡定了一下之后 他开始寻找搭建庇护所的营地 安是一名生存专家 也是一个有机农民 甚至还是一名出手极快的弓箭手 虽然年龄比较大 但也证明了他有丰富的生存经验 他懂得在外套上涂画树游来防水 会晒腊肉 还认识各种植物 这些年光靠种地根本没赚到钱 所以想赢下奖金来扩大农场规模 铺好床后 安戴上弓箭开始巡视环境 在周边 他找到一些蔓越菊和刺猬蘑菇 还发现了熊的粪便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 熊需要吃饭冬眠 而他需要猎熊夺冠 晚上安煮了一大锅蘑菇 他要吃的宝宝的 好为第二天的猎熊做准备 下一位女选手是梅兰妮 和未婚夫住在大山里 天天与鸡鸭狗为伍 生活也算安稳 但你一定想不到 他年轻时可是个超模 然而红颜一老 很快就长为幕后工作 之后他又对野外生存起了兴趣 开始磨练各种生存技巧 钓鱼 捕猎 搭建庇护所 在已是求生学校的合伙人 他的生存目标十分明确 第一步就是要集中精力 尽快建好永久庇护所 鉴于1米8的身高 他的庇护所需要建的大一些 几天忙活下来 他的庇护所已完成了大半 接下来就是用苔藓填充缝隙 一层苔藓一层原木的结构 不仅保温还更加稳固 比赛很快来到了第六天 天空中成群的大鹅飞往南方 这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搭建一个温暖的庇护所 成了重中之重 因为这里有着大量的岩石 安决定因地制宜 打造一个半地下的庇护所 这样更有利于保温 他不停地向下挖掘 消耗着巨大的热量 天空渐渐下起了小雨 但安丝毫不在意 而是换上雨衣继续干 安用原木来搭建框架 然后找来苔藓填补缝隙 途中他发现了驯鹿粪便 看起来还很新鲜 这让安异常兴奋 如果能搞到一头鹿 冠军就稳了 另一边 朱迪也在忙于搭建庇护所 这几天 他把精力完全放在建造上 一直靠吃蓝莓 和驯鹿苔藓冲击 想到原木可以储存更多热量 他决定要搭建一个小木屋 但长时间的高强度劳作 让他的双手磨出了水泡 他找来一些云山树枝图上 不仅能消炎抗军 还可以促进伤口愈合 简单的处理后 他继续忙活起来 要赶在寒冬来临前 把小木屋盖好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七天 终于搭建好庇护所的凯德 开始了自己的猎鹿计划 他带上弓箭一路搜索 很快就找到了迷鹿的脚印 前方还发现了被啃食的树叶 和鹿角摩擦树干留下的痕迹 凭借职业猎人的敏锐嗅觉 凯德感觉到迷鹿就在附近 他迅速地架好弓箭 从旁边撕下一块树皮 卷起来做了个号角 发出了迷鹿求偶的声音 很快临终就传来了磨砂声 凯德立马拿起弓箭冲了上去 北美驯鹿是当地的稀有保护动物 如果误杀了 可是要牢底坐穿的 凯德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50万美金离自己远去 既然没有了鹿肉来冲击 凯德只能先收集蓝莓来果腹 作为一名职业狩猎向导 凯德常年行走在大山深处 过着与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开始厌烦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想要建立一个骑射营来安居乐业 不过前提是他能赢下这50万美金 他也是本季唯一没有增重的选手 因为他坚信这不是一场挨饿大赛 想要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 凭借的应该是狩猎和捕鱼的本领 为了证明自己此言非虚 凯德举剑就设下了一只松鸡 而且还是一剑爆头 晚上坐在篝火前 吃着美味的姜果炖松鸡 他获胜的信心又增多了一分 接下来正在洗澡的这位更牛 怀特是真正的加拿大土著 常年生活在冰冷的北部森林 家里吃的肉完全靠自己猎杀 最主要的是这家伙还是个全能 上山能打野 下海能捕鱼 屠宰储存 样样精通 从小跟随父亲打猎之惊 死在他手里的熊鹿不计其数 这次主场作战 更增加了赢下比赛的把握 怀特的生存策略十分明确 鱼肉和僵果只能维持生活 想要拿下冠军必须猎杀大型动物 他把编织好的刺网安置在湖边 就有了全天候的自动捕鱼装置 接下来就可以安心打野了 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名叫米奇 前几天他一直忙于搭建庇护所 中间就吃了六把僵果 现在鸡肠碌碌的他开始尝试打猎了 只是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很陌生 连生长的栋植物都不一样 他是一名木匠 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大自然的一切 做出各种有用的工具 得意之作就是一个丛林马桶 米奇从小就开始学习追踪狩猎钓鱼 练就了一生的野外生存本领 他和漂亮的妻子非常的努力 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这次参赛也是为了患有自闭症的儿子 赢下奖金给他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他在树林里不停地穿梭着 但没有指南针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在林中转了多久 米奇渐渐出现了脱水的症状 就在我以为他就要凉凉的时候 他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营地就在前方 另一边外出打野的怀特也是一无所获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动捕鱼装置上 远远就看到上面挂着一条大鱼 激动的怀特发出了飞人的叫声 等他提出水面我才明白 他为啥如此兴奋 这条鱼足足有一米多长 可以让他吃好久了 三天饿了九顿的怀特 现在是一秒也等不了 直接就地开始清理内脏 然后放在火上给烤了 等到外焦里嫩 怀特开始大快躲一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阿兰只在第一天钓到过鱼 最近都是靠浆果和蘑菇冲击 而搭建庇护所热量消耗巨大 逐渐感到身体有些入不敷出 可外出寻找食物又会影响搭建进度 于是他跑到林中设置了一些陷阱 坐等不长眼的蛋白质主动上门 接下来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搭建上 等把最后一块迅路苔藓铺好 一个温暖的小屋就完成了 来不及过多的庆祝 阿兰就急匆匆地去查看陷阱 没曾想远远地就听见了嘶吼声 走近后才发现 居然困住了一只狐狸 他恶狠狠地盯着阿兰 疯狂地跑地 很显然 这小家伙非常生气 要知道 他可是稀有保护动物 何曾受过如此委屈 阿兰赶紧上前要将它解开 但是狐狸的反应十分剧烈 他只好脱下外套盖在小家伙身上 才找机会剪断圈套将它放走 但是经过狐狸这么一折腾 阿兰的怜悯之心断声 立即破坏了所有陷阱 以后的食物 他要通过钓鱼来获取 镜头再次来到米奇这边 只见他脚上正冒着白烟 我本以为是天冷所致的 谁知他说这是他的脚气 这头苗真是太缺德了 隔着屏幕 我都闻到了味儿 许是这酸臭的味道勾起了食欲 他转身拿起弓箭出了门 顺着翅膀拍打的声音 很快就找到了一只松鸡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屏住呼吸 悄悄摸了上去 然后举弓射箭 轻松拿下一杀 带着战利品回到营地 米奇开始动手拔毛吃鸡 享受着来到这里的第一顿野味大餐 可是到了晚上 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不适 开始剧烈的咳嗽呕吐 一直折腾到天亮也没有好转 米奇想到了退出 可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绝不能就这么认怂 强大精神外出寻找食物 他抓了几把驯鹿苔藓塞进嘴里 来缓解胃中的不适 又找了些蓝莓来补充维生素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野外过生日 满脑子想的都是 家人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看着米奇如此孤单的身影 松基都忍不住主动现身了 米奇心中大喜 但是慌乱中射出的剑 直接飞出了天气 很快他就重新安装好剑士 成功地补了一发 这才把松基拿下了 抓住松基是好事 但射丢一只剑 却是重大的损失 选手们每人只有九只剑 丢失将无法补充 于是他打算重新做一只 漆木质地坚硬且不易蛇 是制作剑身的上好材料 削着木头他又想起了儿子 为了筹钱治好儿子的自闭症 不管多苦多累 他都会坚持下去 另一边正在打野的凯德 在湖里发现了一群野鸭子 可惜的是 他们并不在射程内 凯德只好去寻找其他猎物 沿着一条兽径一路向前 转身却发现丢了剑袋 他赶紧返回去寻找 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挑战至今 他共收获了11条鱼 除了保证每天的能量摄入外 其他的都被熏制成了肉干 但卢克清楚 想要赢下50万美金 单靠这点食物是肯定不行的 于是 他每天都会去收集蓝莓 熬煮后 晾晒成果皮储存起来 现在呢 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 永久庇护所的搭建 被提上了日程 他来到一处被封向阳的斜坡 拿出工兵铲 就直接开挖 多余的泥土被堆积在四周 刚好可以做房子的墙体 而上方则用原木搭建框架 再覆盖台险和防水部保温 这种半地下室的房屋构造 用来保暖绝对是杠杠地 只是这用料属实过分了点 完工后住个百年 应该不成问题 而另一边 丢了剑袋的凯德 当时懊恼的差点要退赛 但是经过几天的调整 他已经振作起来 还在林中设置了一些陷阱 只是一直没有什么收获 作为一名职业猎人 凯德绝对不想放弃打猎 于是开始尝试自己之间 他用小刀将树枝削割平滑 顶部缠上铁丝来稳定中心 有助于剑飞得更快更直 再把松基的羽毛 用鱼线绑在剑尾 来增加剑枝的稳定性 最后再涂上一些木炭做装饰 一根自织的剑饰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看看效果如何了 凯德摆一块木头 绑在树上当做靶子 然后拉紧弓飞出一剑 好家伙 直中目标 这可把凯德牛逼坏了 这也意味着他彻底摆脱了丢剑的窘境 很快挑战就来到了第15天 你这些天一直忙于搭建庇护所 大部分时间只能吃浆果来冲击 为此还研究出了紫色的养生汤 这是用画树皮和浆果煮出来的 虽然喝起来味道有点苦 但却有一定的消炎效果 当然不是他想吃这些东西 主要是最近鱼网颗粒无收 本以为今天会抓到很多鱼 没想到又一次空军了 但该干的活还是得干 这些大树是搭建狩猎屋的必须品 因为想要猎熊 房子必须兼顾 这些知识都是他父亲教过的 而李也继承了父亲的记忆 经过了多天的艰苦努力 他的狩猎小屋终于出具雏形 中间李虽然有去河边钓鱼 但始终毫无收获 就这样一直饿着肚子干活 他的效率也在逐渐降低 但为了抵御零下50度的严寒 他还是忍受着饥饿 给屋顶盖上了厚厚的苔蠐 来保温 最后再加装一道小门 狩猎小屋才算完成 晚上李就住了进去 但身体的饥饿和外面的风声 让他一直无法入眠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噪去钓鱼 尝试了好久 还是一无所获 就连其余厚望的渔网也是空空如也 看着已经饿得变形的脸 李再也不想忍受 掏出手机拨出了那串数字 就这样 李止步鱼第18天 成了第一个退赛的人 而李本是被大家最看好的人 可除了开局造木筏捕鱼的画面 就是后面搭建房子的场景 然后就很少有画面出现 现在突然宣布推出比赛 是真的个人能力不行 还是有什么黑幕呢 怀亚特在湖边 发现了几只水赖在游泳 这代表附近的水域 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 气肠碌碌的他 迅速设置好了刺网 然后又取出了秘密武器 准备大干一场 这是用云山树干和黄色线琴线 自制的鱼儿 鲜艳的颜色与周围形成反差 从而吸引鱼从很远的地方游来摇耳 但是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 换了各种姿势都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只好更换了钓点 没想到这地儿鱼口真好 一抛肝就有了动静 怀亚特连拉带拽地 搞上来了一条大鱼 这是一条胡尊 足够吃上三天了 他转身把鱼放在一旁的活水池里 然后趁热打铁继续钓鱼 果然又钓上来一条 成功续秘一周 这可把怀亚特乐坏了 但是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他实在懒得处理这些鱼 于是决定把鱼养在了水池里 本以为自己的做法很聪明 可回到庇护所之后 他越想越不对劲 这不是给熊和水赖进攻吗 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怀亚特直奔鱼池 眼前的一切让他原地裂开了 鱼果然都不见了 他肠子都毁清了 而对于安来说 获取食物要比年轻选手困难很多 光是搭建庇护所 已经消耗了巨大的能量 今天他终于放下手里的活出来打猎 幸运的是 很快就发现了松鸡的踪迹 只见他邪魅一笑 一抬手就射中了 走近一看 好家伙 一见封猴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他拿着美丽的猎物 开始吹起了牛皮 三下五除二 就扒光了毛 送进锅里 刚要开火 就听见 湖边好像有什么动静 安赶紧操起弓箭 追了上去 驼鹿 居然是一头驼鹿 这等于看见 五十万美金在水里漂啊 可惜 不在射程内搞不到 但是这头驼鹿的出现 带给了安无限的希望 只要坚持下去 早晚还能再遇上的 他一边吃着松鸡 一边甚至想好了 奖金该咋花 镜头来到凯德这边 上回事件成功之后 他开始进行批量制造了 他一边削着举目 一边叨叨着 突然听见了松鸡拍打翅膀的声音 他一个激烈 操起弓箭就追了出去 这猎物来得真及时 正好试试手上这只新剑 好不好使 我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松鸡就到手了 这也太厉害了 不愧为职业猎手 为了更好的吃鸡 凯德开始动手打造火炉 先把石头上的苔藓铲掉 然后围挤一个坑 点燃篝火就可以开饭了 一锅鸡汤顿时香飘四野 饥饿已久的肠胃 终于得到了满足 饱餐后 凯德去到河边喝了点水 没曾想 就这一会儿功夫 他的火炉就着火了 要是引发森林火灾 那可是要坐穿牢底的 他赶紧用塑料桶打水来灭火 来回解释趟可把他累坏了 刚刚吃的松鸡 全都消耗完了 相比之下 阿兰绝对是目前为止 发育最稳的选手 首先来参观下他的屋子 外层用的是青苔和云山覆盖 里面的地板也铺满了松枝 还用石头做了一个火坑 最棒的是 屋顶上还开了一个天窗 猪的问题解决之后 还要解决吃的问题 这几天他都用鱼线来钓鱼 几乎每天都是收获满满 今天也不例外 看起来又是一条大鱼 阿兰眼睛手快地把鱼拖上岸来 好交火 这得有30斤吧 一周的伙食轻松到手了 比赛进行到第19天 阿兰正在尝试模仿麋鹿的叫声 吃过松枝之后 再也没有开过锅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张大彩票上 可惜麋鹿并没有给他回应 最近他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他靠坐在竖章上 感觉心跳加速 身体发虚 毕竟已经56岁高龄了 再加上这些天的折腾 着实有些吃不消了 回到庇护所之后 他喝了一些热水 又感到肠胃十分不舒服 纠结了几分钟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 拨通了电话 就这样安退出了比赛 虽然他的意志力很坚强 但身体的原因 让他不得不放弃比赛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18天 挖地三尺建防的卢克 终于在消耗了几条鱼竿后 完成了荒野豪宅的封顶工作 为了弥补这几天的存粮损耗 卢克立即来到湖边 开始进货 很快 鱼钩就传来了动静 迅速有节奏地收回鱼线 一条湖尊被轻松拖上岸 这段时间 凭借这根鱼线 卢克已经钓上来16条鱼 鱼多的都挂在了庇护所外 而岸边还有三条没处理完 为了加快熏鱼的进度 他特意在墙体上掏出个洞 两侧和上方塞进岩石支撑 不仅可以烤鱼 还能用来取暖 转眼夜幕降临 住在豪宅里吃着小鱼竿 卢克忍不住吹起了牛批 都说莫装逼 装逼遭累批 只是卢克这报应来得有点快 没一会儿他就感觉肚子不对劲 起初只当是伙食太好吃撑了 结果后面开始呕吐拉肚子 我真替这家伙捏了一把汗 不会就这样回家了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 凯德照旧外出巡视打野 虽然中间吃过很多松鸡 依旧阻挡不了他日渐消瘦 可见野外生存是多么的不易 现在看到蓝眉直接走不动到了 蹲在地上就是一阵疯狂吸入 继续向前 一坨幽黑的奥力给吸引了他 用手一摸 软乎乎还温热着 经验告诉他 附近定有黑熊 凯德瞬间兴奋起来 发誓要搞定他挺进决赛圈 当然靠手上的木箭是不行的 他立即返回营地 开始加工箭矢 而箭头是制作的重点 就用捡来的铁皮包裹 最后经过反复打磨加热 其锋利度足以射穿黑熊的毛皮 健身也要经过热处理 蒸发掉里面的水分来提供硬度 最后再装上稳定健身的维羽 一只威力十足的箭士就完成了 凯德宣布正式进入猎雄模式 另一边怀特正留着哈喇子 盯着在水池里觅食的水雕 如果没猜错的话 肯定是这家伙偷走了自己的鱼 虽然怀特恨得牙根痒痒 但无奈人家是保护动物 也摸不得 只能祈祷今天有更多的收获 可能是这一块地方的鱼口好 也可能是黄金尔真的有用 怀特又钓到了一条大鱼 这次他不敢再养在水池里 而是迅速地处理干净 直接放上了烤架 毕竟只有吃进肚子里才是最安全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十天 卢克昨晚的遭遇堪称惨绝人寰 当时他正躺在被窝里 肚子咕噜噜地叫着 他以为只是个屁 释放后发现竟是一股泥石流 为了摆脱庇护所里的百里香 他找了一处草地想睡个安稳觉 结果肚子里还是翻江倒海的 他怀疑自己喝的水出了问题 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 身体很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 于是卢克掏出了电话 可刚要拨出去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个大家伙 这可是五十万美金呢 就算拉到脱缸也得坚持 卢克操起弓箭就追了上去 身体的病痛早已丢在了一边 他瞄准黑熊接连射了两间 可惜距离有点远都没有射中 等他冷静下来仔细观察时 才发现这是母熊带着小熊在密职 他很信心自己看清了这一切 又感慨这一切都太戏剧化了 这要是真设杀了其中一头 别说拿不到五十万美金 还有可能面临老雨之灾 至此他终于可以安心退赛了 很快一艘拖着水花的小艇急驰而来 面对镜头卢克如是重负 但一时没忍住却哽咽起来 是的他有温暖的庇护所还储存着很多的食物 最后因身体原因而退赛 怎么可能会甘心呢 卢克默默地收拾好行李 带着满满的遗憾离开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十九天 起床后的塔兹先整理了一下满头秀发 又给自己烹煮了鱼肉打餐 吃饱后才美美地去查看刺网 远远就看见上面挂着条大鱼 激动的他赶忙脱衣开始打捞 如今塔兹有刺网又独木舟 还在临终设置了狩猎陷阱 只要后面不发生意外 挺进决赛圈应该没有问题 拎着手中的大鱼洗滋滋地回到营地 立马动手切片烟熏保存 正当他忙得热火朝天时 又不速之客悄然潜入 比赛很快来到了二十一天 一直忙于搭建庇护所的朱迪 终于赶在下雪前完工了 木屋用料凉醒做工精细 所有缝隙都用苔藓填充 虽然外面白雪挨挨 但里面却温暖如春 他到湖边取了些淡水 放在炉子上慢慢煮着 烟雾缭绕的生活倒也惬意 随着气温回升 冰雪开始融化 朱迪出门带回一些原木 开始动手打造小屋木门 这也是房子最后一套工序 安装好后室内又提升好几度 考虑到寒冬已至大雪纷飞 这里的一切都会变得湿漉漉 梅兰尼感觉有必要搭个棚子 用来储存食物和囤积柴火 他利用庇护所门口的四棵树 搭上一些木棍加固出底座 然后一根木头一层苔藓 向上累计围出三面墙体 房顶用短木整齐排列 盖上苔藓来预防雨雪 开局到现在 梅兰尼都在靠浆果和树皮冲击 虽说有去钓鱼 但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没想到一抛肝就有鱼咬钩 更没想到的是鱼又溜走了 还把鱼钩也带走了 还好他有很多备用 只是这鱼钩的容器太有创意 我早先咋就没想到呢 更有才的是他撕下粉色内衣来做饵 没想到还真管用 这次稳稳地钓上来一条 回到营地后大火熬煮 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前几天他自在灵中布下天罗地网 现在是时候收获劳动果实了 一路上看到许多动物的痕迹 想来收获应该不少 果然陷阱里套住了一只松鼠 吃腻了鱼肉终于可以换换口味 赶忙拿到水边清理干净 但当他回到庇护所的时候 瞬间亚麻呆住了 挂着的熏鱼被偷了个干净 气得塔兹直接口吐芬芳 操起弓箭就追了出去 他沿着踪迹一路寻找 然而并没有找到肇事者 只好另想办法保护食物 削掉树皮可以有效阻止动物攀爬 再用铁丝和木棍拼凑出一个木箱 借助梯子送到四米高的树顶 这高度他自己剩下都困难 自然不用担心食物被偷了 很快挑战来到了22天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食物的获取变得更加困难 朱迪早已饿得开始煮树皮 参赛以来他已经瘦了25斤 现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渴望蛋白质 为了搭建庇护所 他一直靠浆果维生 眼看身体就要撑不住了 本以为搭好房子就会开始狩猎了 可没想到他对庇护所的要求太高 转身又开始用苔藓填补缝隙 我真担心再这样下去 他会把自己活活饿死 然而事实证明我多虑了 因为太过思念佳人 朱迪决定放弃比赛了 何止这娘们参赛就为了在野外搭个窝 女人的心思真的是太难懂了 猜不透 根本猜不透 生存挑战进行到20天 凯德发现自己的皮带又松了 于是直接剪下了多余的部分 连途蘑菇一起丢进了锅里 希望能熬煮出一些油脂 来弥补身体上的亏空 他捞起一块放进嘴里 那味道像是在啃臭鞋底 嚼了几下实在难以下咽 只好起身去寻找其他食物 但长期的营养不良 让他步履蹒跚意识模糊 一个大意差点栽倒 吓得他赶紧蹲在地上 耗了把蓝莓塞进嘴里 补出完能量才继续上路 很快他就发现了熊的粪便 旁边还有一条行走的兽道 根据多年观看熊触摸的经验 他断定这是黑熊的必经之路 为了方便在这里守住带熊 他开始收集树枝来遮挡身形 这段时间一直靠吃香果度日 身体对蛋白质的渴望已达极点 等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熊的踪迹 就急不可耐地去寻找其他猎物 很快他听到了松鼠的渣渣声 缓慢靠近找到目标 操级空箭就来了一发 或许是饿过头了有失水准 虽然射中了却挂在了树上 必须要想办法弄下来才行 先摘了几个蓝莓补充体力 凯德轻车熟路地爬上了树 经过一场不可描述的肉搏之后 凯德的手上留下了松鼠的印记 伤口虽小却有感染肺炎的风险 这波操作蜀师赔了夫人又折拼 消耗了卡路里不说还见了红 记得凯德差点当场去世 随着天气渐渐转冷 食物的获取更加困难 阿兰的四网又一次空军了 只好重操就业开始钓鱼 没想到今天的鱼口真好 刚扔下鱼饵就有了动静 虽然只钓上来一条小鱼 但这代表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果然是好运连连 没开二度 三阳开态 四洗临门 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 只有三天二九顿的人能体会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雪花 米奇信信自己的未雨绸缪 最近他一直狩猎松鸡来获取脂肪 现在目标又盯上了附近的老鼠 因为他们半夜总来清他的耳朵 这让他非常的恼火 他将几个木棍削得尖尖 互相相欠形成稳定结构 利用杠杆原理支撑石板 形成一个四次陷阱 最后放一块蘑菇做诱饵 势必要搞个熟片尝尝鲜 没想到这陷阱还真管用 米奇看着久违的蛋白质 激动的泪水从嘴角流出 他小心翼翼把薯片去皮 然后用小火慢慢烤熟 咬一口鸡肉味更而崩萃 蛋白质是牛肉的几十倍 为了感谢老鼠的现身精神 他还把薯皮做成了艺术品 不得不说本季都是首艺人 但这不是最绝的 这个钓鱼神器更加惊艳 已经成功钓到了六条大鱼 今天不负众望的又开大了 怀特乐得狠狠亲了一口 但高兴不到三秒就悲剧了 看着鱼钩就这样有去无回 怀特的心坠进了冰窟窿 每个参赛者只有四个毛钩 丢失一个简直是晴天霹雳 眼下只能用其他材料制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新鱼钩金怒号完成 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他特意用金属线做了前倒 以防止大鱼再次将鱼钩咬走 但是人算总是不如天算 当他准备再次征服这片水域 新的金怒号居然再次丢失 巴亚特的心态彻底炸了 再看看凯德的猎熊进度 这些天他全靠蘑菇度日 身体明显一天不如一天 但他还是强撑着出去狩猎 真心总有一天会找到熊大 果真让他找到了一堆粪便 里面还有两颗新鲜蓝莓 本着真心粮食的原则 凯德干净捡起来吃了 结果刚吃完就晕了过去 直到一小时后才醒过来 原来是因为饿太久滴血糖了 凯德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 他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 甚至丢了剑都不曾放弃 他有着十分顽强的意志力 却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退出 凯德哭着拨通了那场数字 带着满满的遗憾离开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24天 目前场上还剩余5人 一早塔兹历经检查自己的两仓 却发现肌肉上已经生出了蛆虫 他怀疑是自己烟熏得不够彻底 但看着正在蠕动的蛋白质 塔兹反而感觉自己赚大了 满心欢喜地盖好储藏室 才前往湖边去查看刺网 不出意外再一次空军了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鱼儿都已经跑到了深水区 塔兹嘟囔着拿上弓箭就出门了 看见地上喇叭状的画树皮 当即模仿起磁鹿仰天长豪 希望能吸引来发情的公路 结果却是吓得树上的松鸡一哆嗦 不给对方任何逃跑的机会 迅速举起弓箭就来了一发 好家伙直接飞出了天气 匆忙装上第二只 稍作瞄准又补一发 结果还是片叶不沾身 这一波操作可谓是亏大了 松鸡没猎到还丢失两只剑 挑战规定每人最多携带九只 每丢一只夺冠的机会就降低一成 塔兹不敢怠慢 沿路拼命寻找 总算找到了 而且运气似乎也好了起来 正好发现了顿逃的松鸡 这一次不慌不忙拉弓瞄准 一股作气射下了猎物 手里提着肥美的大松鸡 嘴角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更没想到幸运接踵而至 返回的路上又发现一只 趁着手热又是一举拿下 这下终于能吃个小鸡炖蘑菇 好好补补亏损的腰子了 而另一边的怀特 虽然丢失了两个鱼饵 但生活品质并没有受到影响 今天的网上又挂着一条大货 捞上来一点两得有五六斤 又是一周的伙食到手 遗憾的是这家伙冲破了刺网 而线下又是屯粮的关键时刻 怀特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回到营地立马开始编织新网 要说这伙计的手活真心不错 四网编织的美观又结实 保准还能再开一回大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6天 一只出劲不多的名膜梅兰尼 靠着吃草坚持到现在 为了更好的烹饪苔藓 它还特意搭了个简易厨房 苔藓虽是不可多得的膳食纤维 但是这玩意儿要是吃多了 容易造成腹泻和胃精卵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反复煮肺降低脊酸性 要想做到万无一失 煮透后最好在太阳下晒干 这样饿了就可以随时整一口 忙完这些 它开始在附近溜达 希望能捡到一些蘑菇和浆果 在走了两公里后 找到一片蓝莓 它开始一边采集一边享用 现在靠野果苔藓 也许还能坚持 可一旦大雪纷飞 植物枯萎 梅兰尼将何去何从呢 和它面临同样困境的 还有米奇 由于一直缺少蛋白质的摄入 米奇体内的色胺酸降低 导致它出现了严重失眠 只能半夜起来磨刀打发时间 锋利到手毛一刮就纷纷脱落 不想再受着失眠之苦 天亮后就带上装备上山打野 结果转右一圈 毛也没有找到 只好捡点浆果来维持生计 很快 它就收集了满满一袋 返回头中 发现一个木箱 正好可以带回家做个门 找两根苏木做门框 用铁钉把板子盯上 最后锯掉多余的部分 三下五除二 一个三角形大门就完成了 眼看植物泛黄零冬将至 怀特在不出门捕鱼的日子里 就一直在忙活着囤积柴火 他认为 想要坚持到最后 取暖和食物一样重要 忙完过来检查刺网 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 这哪里是条鱼 分明是头猪物 足足有一米长 三十多斤重 怀特兴奋的鱼无伦次 心想 只要鱼肉保存的好 自己就可以挺进决赛圈了 只是现在 湖面还没有结冰 要想鱼肉保存的更加长久 烟熏无垠是最好的选择 随着天色逐渐变暗 鱼肉也被熏得外黑里嫩 金黄的色泽 让人口水横流 蛋白质更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7天 阿兰又在湖边疯狂进货 凭借这根鱼线 他已经钓货了20多条鱼 只是这家伙玩得有点花 放着好好的鱼肉不吃 巴结起了鱼杂刺身 这老小子可能不知道 鱼胆中含有的胆汁毒素 吃多了可能导致器官衰竭 万一中招想抢就都来不及 吃饱喝足 他开始搭建烟熏房 只有把多余的肉类储存好 才有坚持到最后的可能 铺上最后一块苔藓后 他又来到湖边开始钓鱼 一出手就由大鱼咬钩 立即匆忙拖拉上岸 结果一个不小心 线轴掉进了水里 这可是他所有的鱼线 如果找不回来就BBQ了 果断地脱了衣服准备下水 只是这湖水真的是透心凉 心飞扬 冷得阿兰嗷嗷指教 还好线轴并没有完全下沉 他的命根子这才找了回来 回到营地后抓紧开始熏鱼 把分割好的鱼肉摆放好后 还要挑选合适的木柴 只有第一只的白话和柳树 才能熏制出健康美味的鱼肉 看着肥美的鱼肉渐渐变色 阿兰发出了兴奋的嚎叫 仿佛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而塔兹在两只松鸡的加持下 一股作气完善好了庇护所 虽说小了点但也五脏俱全 结果刚忙完就迎来天气突变 只好放弃外出打猎的想法 拨在家里自娱自乐 面对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 众人明显没有好的应对吃法 只能是有存粮的在家吃肉 没肉吃的靠被动技能苦撑 而连续喝了几天水的米奇 实在饿得扛不住了 只好戴上弓箭再次出山 没想到他的运气还真好 出门不久就遇到了松鸡 悄悄摸过去满弓就是一箭 下一秒就有一道黑影从天而落 米奇快步前往实习战利品 自信心瞬间又膨胀起来 还特意用鸡毛给家里写了封信 说很快就能拿着50万美金回家 第三十天 医生巨响吵醒了梅兰妮 快速出门检查后才发现 是自己的储藏室坍塌了 里面装着她过冬的木柴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后 梅兰妮就回到了庇护所 继续享受江国大餐 只是吃着吃着 对男朋友的思念之情 犹如潮水般的席卷而来 她开始对着镜头疯狂告白 至于说了些啥 你们自己猜吧 我怕单身狗听多了受不了刺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既钓不到鱼也打不了野 梅兰妮还能坚持多久呢 等天气稍有好转 阿兰就迫不及待地来查看熏鱼 好在一切都很正常 接着拿出伞绳和云山木 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 手上就多了一个路亚甲尔 拿到湖边抛了几次 很快就有大鱼咬钩 阿兰迅速收线 眼看就要上岸 结果却脱钩了 但作为本季的渔王 阿兰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继续尝试继续脱钩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后 阿兰终于忍不住口吐芬芳 彻底地放弃了 白特已经储存了很多鱼肉 但他清楚 想要赢下50万美金 仅凭目前的存粮还无法实现 所以他要赶在寒冬来临前 去猎杀一头大型动物 但是前几天的狂风暴雨 给他的刺网造成了不小的损害 不想自己的捕鱼大业就此搁浅 得抓紧时间修补一番才行 带着修补好的刺网来到湖边 放置在上次捕到大鱼的地方 希望再抓一条30斤的狐尊 只是七天前发生了一场意外 一根木柴刺进了他的手臂 伤口很深至今还在流血 看情况很可能被感染了 但他不愿意就此放弃 每天用云山煮水来消毒 祈祷自己不会因此而退赛 好在几天后 他的手臂终于恢复如初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带着心耳恶魔驯鹿 来到了老地方开启了锤钓 不愧是渔王的风水宝地 没过几分钟就有鱼儿要勾 迅速收屑打捞上岸 竟是一条五六斤的大狐尊 又是一个礼拜的食物到手 怀特兴奋地嗷嗷直叫 乘胜追击再次抛肝 结果乐极生悲放了空枪 看着最后一个鱼儿飞走 怀特气得口吐芬芳 失去了鱼儿就代表着 今后他再也无法钓鱼了 不过他很快就振作起来 带着弓箭去丛林试下运气 或许是上天想要补偿他吧 很快就让他遇到了猎物 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拉弓射箭 远处一只松鸡应声而落 就在怀特感叹命运如此神奇的时候 又听见不远处传来动静 立马又送出一只穿云剑 下一秒手上就多了只小松鼠 然而好运并未结束 等他来到湖边查看刺网时 又收获了一条大鱼 一天自杀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怀特应该可以预定本季冠军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31天 起床后的阿兰发现 自己的脸又熬进去了一块 参赛至今他已经瘦了33斤 离强制退赛只有一步之遥 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刺网上 没想到走近一看果真有东西 一只瘫嘴的鸭子被缠住了 阿兰瞬间了然 这些天为什么没有收获 何着都被这小家伙给劫糊了 但由于这种狩猎方式 并不符合节目组的参赛规则 阿兰只好咽下口水 选择了放声 这一波操作真的很伤 倒嘴的鸭子飞了不说 刺网还划破了一个大洞 在鱼网修好之前 只能先去钓鱼 但这风大浪大的 一看就不宜垂掉 而且随着天气渐渐变冷 鱼群早都去往了深水区 抱着适适的心态抛了几肝 最后果然是连根鱼毛也没看到 而塔兹不想再被夜晚的冷风吹醒 决定给庇护所安个大门 先用斧头截取几根原木 然后丈量出门框的尺寸 用铁丝捆绑出框架 调几根匀称的树枝 三下五出二打造出一扇精致的大门 剩下的材料也不能浪费 把半成品椅子加工一下 搞定后坐上去试试效果 塔兹发出了舒服的哼鸡声 忙完这些他肚子有些饿了 满怀期待地打开储物箱 结果映入眼帘的一幕 差点让他圆了出来 舍不得吃的松鸡上面 爬满了恶心的蛆虫 塔兹不想放弃这些食物 但又真心下不去嘴 纠结得几乎要退赛 最后抱着闭死的决心 简单清理下表面的蛆虫 放进锅中大火熬煮了起来 直到肉都烂成了一锅粥 塔兹才敢下嘴享用 蛋白质依然是牛肉的几十倍 生存挑战进行到32天 梅兰尼已经瘦了30斤 因为开赛以来 他一直钓不到鱼 打不到野 只能靠浆果树皮维持生计 现在营地周围都被他吃秃了 他只能去更远的地方寻找 可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 他双腿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每一步都要付出更多体力 等走到目的地差点来崩溃 好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很快就收集了整整一麻袋 多少安慰了一下受伤的心 而此时在湖的对岸 阿兰正在回收破烂的刺网 看着被丑小鸭搞出的大冬 再也忍不住口吐芬芳 这不仅要浪费鱼线来修补 还耽误了好几天的收成 可让他更郁闷的是 刺网修补好又遇到大风天 这时候投放很可能再次受创 想了想还是去丛林碰碰运气吧 万一遇到麋鹿黑熊等蛋白质 自己就可以直接预定冠军了 追随着麋鹿的脚印来到湖边 好家伙 这里简直是钓鱼老的天堂 风平浪静鱼鸭成群 阿兰决定就在这里伏击麋鹿 顺便还能在湖边钓钓鱼 很快鱼线上就传来动静 结果太激动导致脱钩了 迅速甩动又抛出第二杆 谁料脱到岸边又不慎脱落 一次次看着大鱼从眼前溜走 强大如我的阿兰最后也崩溃了 眼看已经日落西山 心心念的麋鹿也没有出现 只好收拾装备打到回府 而与其他选手不同的是 米奇除了外出捕获蛋白质 从来不多浪费一点卡路里 贡献时间就靠手工打发时间 这是他给儿子雕刻好的陀螺 只是看着这玩意儿就更像家了 为了缓解这思念的情绪 米奇决定还是出去转转 运气好还能遇到点蛋白质啥的 结果一圈转下来 毛也没有发现 正当他准备放弃回家之时 临终传来了叽叽喳喳的声音 米奇立即拿着弓箭摸了上去 锁定目标后用力地拉动弓弦 松手瞬间就有一道黑影掉落 带着战利品来到湖边 手脚麻利地处理干净 葱姜蒜都不加 直接放火上烤 十几分钟后 新鲜的薯片出炉 鸡肉味嘎崩脆 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的多少倍 这顿饭米奇吃得心满意足 最后连脑花都没有放过 昨天塔兹貌似吃了掌蛆的松鸡 好在今天身体并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挂在门口的存粮却被偷了 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刺网上 可惜大风让刺网都缠在了一起 不仅没有任何收获 维修也要花很大的功夫 看来暂时只能靠打野来获取食物了 而用铁丝做成圈套 在临终布置下天罗地网 希望能补下松鼠来改善火石 时间很快来到了34天 阿兰将修补好的刺网重新放入湖中 接着带上鱼钩开启了路亚模式 吸取了之前跑鱼的经验教训 他特意加大了鱼钩的钩门 祈祷这一次能够有所斩获 就这样经过无数次尝试 眼看太阳公公都要打卡下班了 鱼线才传来期待已久的动静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快速收线火速打捞 这一次终于没有再跑鱼 一条小湖村轻松到手 不做休息阿兰乘胜追击 很快又有鱼二咬沟 偷到岸边后才发现 竟然是一条巨大无比的缩子鱼 激动的阿兰猛然发力 结果悲剧了 鱼线当场崩断 甲尔也跟着消失了 阿兰感慨 这是他见过最大的缩子鱼 来断鱼线这种情况 只能忍栽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36天 塔兹早早就带着自制装备 来到湖边开启了锤钓模式 就这样连续抛投了几十杆 直到太阳冉冉升起 鱼沟上才传来了动静 迅速提杆刺鱼 快速收拢鱼线 一条不大的狐尊被打捞上岸 眼看到了鱼儿进食的窗口期 哈兹决定乘胜追击多钓几条 或许是运气好 也许是天道酬勤 很快又钓到一条五六斤的缩子鱼 心满意足地带着战利品返回营地 手脚麻利地开膛厚度 清理干净 把内脏和鱼头放锅里熬汤 肉则挂在架子上进行烟熏 几十分钟后 鲜美的鱼杂汤出炉 正当塔子准备大块朵仪时 临终突然传来了奇异声响 二话不说 抓起弓箭就冲了上去 伴随着一阵拉弓射箭声 返回时 手里就多了一只雕 就是这家伙两次偷了他的鱼 现在总算可以拿身体来偿还了 迅速动手脱掉毛衣清理内脏 放大火上熬煮 至皮开肉烂 随着夜幕降临 小家伙被端上了餐桌 肉质鲜美 肥而不腻 正是牛肉的几十倍 相比之下 梅兰尼裹的就悲惨了 经受了三天狂风暴雨的洗礼 今天才敢走出自己的屋子 看着门口东倒西外的大树 他很庆幸自己还是活着的 但闭门的这些天早已饥饿难耐 迫不及待前往自己的采摘胜地 可结冰的湖岸让他举步维艰 一个狡猾还差点摔进湖里 玩归玩 闹归闹 不拿小命开玩笑 还赶忙掉头返回了营地 烧了锅热水 暖了暖胃 想到这些天受到的苦 忍不住眼圈就红了 还有坚持下去的意义吗 梅兰尼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随着寒冬的到来 食物的获取越来越困难 不得已 米奇也开始了筋打细酸 把吃剩的骨头研磨成粉 混合上浆果后捣烂成泥 做出了一道高营养的墨西哥肉饼 虽说味道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至少可以让它再多坚持两天 忙完带上弓箭外出 开始每天的例行狩猎 结果看到浆果就走不动到了 毫不客气地开始了疯狂收罗 整整采集了十多斤带回营地 打算加工成果丹皮以防便知 先放进铁锅中捣碎 然后用袜子包裹挤出水分 把得到的果肉放火炉上烘烤 十分钟后荒野果丹皮大成 另一边的怀亚特又出了新状况 受伤的手臂再次流出白色的东西 这毫无疑问是感染了 但他并不在意 换个创可贴就算治疗了 对他来说 钓鱼才是当务之急 必须赶在下雪前多囤积一些食物 但是寒冷的天气 让他的双手很快就冻僵了 忙活了半天也没有一点收获 时间很快来到第37天 又是一个大风的日子 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 梅兰妮打算修缮一下户外厨房 除了重新增加了围墙的高度外 还用腐朽的画树皮填补了缝隙 忙完这些又给自己烧了壶热水 狠狠地灌了个水泡 天天靠喝水活着 真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37天 米奇被老鼠骚扰得一直无法入睡 一气之下在室内布置了几处陷阱 直接把杰瑞一家四口给一锅端了 对于主动送上门的蛋白质 米奇也不跟他客气 一通剥皮拔毛处理后 荒野限量版老鼠串出炉 火伤一烤香味瞬间传遍四野 米奇狠狠地体验了一把 撸串的快乐和复仇的快感 无独有偶 阿兰的家也被杰瑞光顾了 妻子亲手之的毛衣被咬出一个大洞 这真的没法忍了 阿兰立马找来两块石板 用树枝撑起做了个四字陷阱 势必要将杰瑞家族一网打尽 当他忙完准备继续睡觉时 忽然感到有东西从身上路过 情急之下挥出一世如来神掌 开灯就看见一只杰瑞当场去世 此时的阿兰再无睡意 拿出了全新改良的路亚甲尔 保管再大的鱼也能守到擒来 但实际操作起来效果却一般 连续抛头多次都没有鱼要勾 就在阿兰准备放弃离开时 背后丛林污染传来异响 拿上弓箭悄悄摸了上去 很快他就发现了目标 屏住呼吸拉了个满弓 这是他第一次命中松击 苦熬这么久终于能换换口味了 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蚊子 而塔兹自从有了食物储备 现在出门走路都带风 今天他要查看一下之前设置的陷阱 顺便来自远族和迷路来个偶遇 可惜松鼠圈套上面空空如也 继续向前深入沼泽没多久 天空又开始狂风大作 根本听不见猎物的动静 无奈只能打到回复 为了解决空虚寂寞冷的难题 塔兹展现了强大的手工天赋 雕刻出一把精美的游客里里 当他轻轻地拨动起琴弦时 好听的声音就传遍了荒野 而梅兰尼每次出现都是在收集中 自始至终就没见他吃过正经东西 今天他又采集了很多苔藓和蘑菇 放进锅中用大火翻炒蒸发掉水分 冷却后研磨成粉 加水熬煮后就是一道美味的荒野大餐 这38天来他一直靠吃这些生存 有时候真的特别佩服他的耐操力 时间来到第39天 大清早塔兹就在营地里又弹又唱 狠狠地嗅了一把才艺 接着拿出了尘封已久的独木舟 推入水中向深水区进发 这条船是他在比赛初期打造的 是他可以赢下挑战的制胜法宝 等滑到湖中心 塔兹立马开启了锤吊模式 他相信自己会有不错的收获 因为天冷月儿已回到深水区 可惜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坚持了半天也没有鱼儿咬沟 不想继续在寒风中浪费体力 只好调转船头开始返航 这一波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操作 让塔兹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大雪终于覆盖了地面 这让食物的获取变得更加困难 众人都在收集这最后的强果 塔兹却再次踏上了狩猎之旅 希望可以捕获一头大型动物 这种毫无节制的体力浪费 终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到营地时动作明显吃缓了很多 虽说塔兹一直没有缺少食物 但体重却已下降了52斤 没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再挑战下去很可能会挂在这里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赛 塔兹一路走来可谓顺风顺水 但瘦弱的身体让他不堪重负 希望他能调整好身体 再次重返赛场 生存挑战进行到42天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驯鹿湖 看着期盼已久的受力气到来 怀特兴奋地手舞足道 不过在出发之前 要先处理一下前几天采集的蘑菇 因为怕自己吃完后直接躺板斑 他专门邀请了杰瑞来了泊试诗 通过上面留下的咬痕来看 50%应该是无毒品种了 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师 还是切下一小块含进嘴里 要是半小时没有麻木症状 就可以拿来炖小鸡了 前提是他能够逮到才行 就这样在丛林里转悠了半天 终于发现了松鸡的脚印 顺着痕迹一路追踪 就看到树上有个黑影在移动 没有任何犹豫 怀特拉弓就射 但随着剑笑声 松鸡直接坠地 正要上前去紧 却发现旁边的树窗上布满了脚印 怀特赶忙停下脚步仔细寻找 意外发现树上还蹲着一只 他也不跟对方客气 满弓就是一箭 看着还在锤子挣扎的松鸡 怀特也有些于心不忍 跟上去拧断了他的脖子 现在小鸡炖蘑菇 不就有了吗 话不多说 一脚油门赶回营地 手脚麻利地开始拔毛 怀特也不贪心 打算吃一只留一只 先把处理好的放火上烟熏着 顺便把另一只也收拾干净 一会儿直接下锅来个乱蹲 相信有了美味鸡汤的加持 怀特应该可以挺进决赛圈了 镜头来到阿兰这边 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他的内心也是无比激动 赶紧跑回营地开始加工剑尸 打野至今他已损失了三只剑 剩下的六只说啥也要保护好 给他们全部更换木制箭头 这样做虽然会减弱穿透力 但丝毫不影响猎杀小动物 等他带着装备走出室外 看着风平浪静的湖面 立马又改变了主意 开局到现在 他的渔网还没有抓到过一条鱼 这一次也没有惊喜 还是空空如也 再次空军只能干起了老本行 要说这里的资源也确实丰富 抛肝没有五分钟就有鱼咬沟 只是收线的时候却掉了个寂寞 接下来就是连续的咬沟不停地跑鱼 也不知是鱼儿变狡猾了 还是甲尔出了问题 反正又一次空军了 气得阿兰转身进入了丛林 希望能与松鸡来一次邂逅 和他有这一样想法的还有米奇 以为大雪过后狩猎会更加容易 结果转悠一圈连根毛都没看见 本想躺下苟着节约一些消耗 可是脑子却总是在浮想连篇 为了清除这些莫名的思绪 派来到湖边点燃了篝火 把先前捡到的铁厅扔进去 加热后抡起斧头就是一顿敲打 在历经9981次垂击后 铁钉已变成理想中的样子 迅速放入冰冷的水中脆火 没有断裂则表示大功告成 获得神器破伤风之刃加一 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所以必须装饰得漂亮一些 只是手头能用的只有麻绳 不过在米奇的金胶细琢下 最后也是完美的艺术品 而另一边靠吃草坚持的梅兰尼 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的现金里抓到了一只小杰瑞 四十多天来第二次见到蛋白质 激动的泪水顺着嘴角向下流 迅速麻利地处理干气内脏 带上火融来到户外厨房 搭配苔蟹用烈火熬煮 九分熟后一口下肚 浑身立即充满了力量 梅兰尼高海正式接管比赛 而怀特自从猎杀到了松鸡 就一直狗在家里冬眠 只有取暖的柴火烧尽时 才会出来活动一下筋骨 想要保持火炉24小时运转 每天至少需要烧掉三十节木柴 这对身体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损耗 何况还是在吃不饱的情况下 忙着忙着 曾经受伤的右臂 再次传来强烈的疼痛感 他只能停下手里的工作 抱着木柴返回了营地 鲁起秀子后发现 伤口位置再次肿起一大片 考虑到再拖下去可能会感染 怀特决定一次性处理干净 咬紧牙关用工具钱一拔 好家伙 疼得差点背过气去 但随着木丁被他取出 笼包也神奇地消失了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43天 今天是阿兰52岁的生日 虽然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好爽地拿出三块熏鱼肉 做了个夹心蛋糕来庆祝 平时每天只舍得吃半片 今天奢侈地煮了一整块 半个小时后 香喷喷地生日大餐出炉 接下来就是享受美味的时刻 一口咬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 卡路里更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吃完之后阿兰前去查看刺网 虽然40多天来都没有过收获 心里还是祈祷今天能有惊喜 随着鱼网被慢慢拉出水面 看着网上挂着的大鱼 阿兰激动的鱼无伦寺 这是他参赛以来抓到的最大的一条 也是老天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阿兰相信只要能把鱼保存好 自己就一定可以挺进决赛圈 等他把大鱼收拾干净 夜幕也已经降临 看着天空中美丽的极光 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拉响了手里的蛆熊信号弹 而梅兰尼自从吃了老鼠肉 内心的欲望就被彻底激发了 今天竟打起了狐狸鱼的主意 可能是长期吃素缺乏实战经验 也可能是河沟里压根就没有鱼 反正就是努力了半天 并没有带来任何收获 只好沮丧地回到了庇护所 失利的挫败感再次触发了被动技能 哭着拨通了卫星电话 面对着节目组的镜头 这个靠吃草兼职了43天的女人 终于再次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求生挑战进行到第45天 阿兰已经瘦了48斤 虽然他每天都有在吃鱼 但半条的量根本不够消耗 肉眼可见的瘦出了8块腹肌 眼见今日阳光明媚 不冷不热 于是赶紧跑到湖边来进货 自从入冬 阿兰一直没有钓到鱼 以前的储备粮也吃得所剩无几 要是再没有收获 就只能吃土了 就在他以为今天又会空军时 终于有贪吃的鱼儿要勾了 赶紧手忙脚乱的拖拉上岸 好家伙 竟是一条九斤半的大狐尊 火腹的三天火食到手 但是当他切开鱼腹时 瞬间亚妈呆住了 毫无疑问 这条鱼被掏虫感染了 吃还是不吃 阿兰陷入了两难 纠结两久 最后决定冒死一事 手脚麻利地将尊于一分为二 一部分放进烟熏炉中保存 一部分用铁锅大火烹煮 半小时后美味的大餐出炉 阿兰提心吊胆地开始享用 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蛋白质更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而面对如此美好的打野天气 怀特带上装备就进入了丛林 早就厌烦了天天吃鱼的日子 必须整点蛋白质来换换口味 很快他穿越树林来到了湖边 远远就看见刺网上挂着条鱼 迫不及待地放下装备开始打捞 经过一番不可描述的生死搏斗 捞上来一条九斤多重的大白鱼 提着大鱼回到岸边 刮去鱼鳞清理掉内脏 用小刀切成一块块肉片 我以为接下来要大火烹煮 没想到他却突然开始了凡尔赛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46天 熏路岛已被白雪完全覆盖 米奇再次戴上弓箭 外出寻找猎物 本以为雪后打野会变得容易些 没想到最后只找到一排老鼠脚鹰 而脚底传来的刺骨寒意 提醒他继续下去可能会冻伤 只好放弃狩猎回转庇护所 截至目前米奇已经受了60脱星 脂肪的快速燃烧让他身心俱疲 但为了赢下奖金给儿子治病 他还要逼迫自己坚持下去 用木棍和石头做了个简易陷阱 希望能抓几只老鼠来恢复体力 另一边阿兰正在吐槽无良商家 自己那抵御零下40度的睡袋 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温度 昨夜差点把他冻死 不过好消息是 吃过带有病毒的鱼肉后 身体并没有出现不适感 眼看湖面风平浪静 立即带着吊具冲到岸边 旋转三七二十四圈后 甩出完美跑舞线 只是天寒地动 小手很容易失去知觉 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好在他反应够迅速 抓住了鱼线才避免了损失 经过这么一折腾 阿兰也没有了继续做掉的心思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47天 米奇的捕鼠陷阱终于建功了 接二连三的有杰瑞中招 虽然个头不大 瘦也不多 但对米奇来说已是救命稻草 他小心翼翼地把树皮完整剥下 然后向里面填充苔藓和杂草 最后再细致地用铁丝缝补好 一个真皮老鼠玩偶就出炉了 这已经是米奇来到这里后 为儿子准备的第四个生日礼物了 等他忙完 老鼠肉串也烤得差不多了 米奇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 只不过这肉确实太少了点 最后差点把手指撸出火星子 前天猎杀的松茎还没吃完 今天又捕获了酒精的胡尊 但怀特认为这还不足以夺冠 势必要搞头大家伙才肯罢休 结果在丛林中寻觅三个小时 也没有看到任何动物的影子 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刺网之上 心里预感今天有大鱼中招 怀着忐忑的亲情开始打捞 天选钓位没让他失望 出水大鱼真的很漂亮 有了这条30斤的缩子鱼 怀特也不在低调 宣布正式接管比赛 而米奇为了减少身体的能量消耗 这两天就一直狗在家里做手工 直到饿得前胸贴后背才出门 打起了驯鹿苔蟹的主意 要知道这玩意儿虽然可以吃 但处理不到会引起胃精卵 过去很多选手都因他而推赛 米奇无奈地试吃了一口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吃 而且烤一下味道还相当哇塞 比老婆做的燕麦片口感更佳 于是又煮上一锅留着当晚餐 等待的过程米奇又秀起了手工 这次他要做个算舅子送给老婆 让他好好的提升一下厨艺 正当他忙得不亦乐乎时 突然看到远处有只雕露过 当地法规不允许用陷阱补 却允许选手们随意用箭射 对于送上门的蛋白质 米奇自然是不会客气 拿起弓箭就追了上去 等他装好箭饰准备射击时 可哪里还有松雕的影子 看到米奇如此沮丧地回来 小编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真的好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拿下奖金回家给儿子治兵 可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总找苦命人 等他回到庇护所 发现给儿子做的老鼠布偶 和之前囤积的肉末饼 都被扫当一空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刚才那只雕杆的 气得米奇口吐芬芳 咬着后槽牙发誓 若再遇必杀之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50天 大雪再次席卷了驯鹿岛 看着如梦似幻的冰雪世界 怀特兴奋地嗷嗷指向 但高兴亏高兴 不想晚上再被冻成狗 得去收集一些柴货才行 目前他已经储存了很多的食物 只要做好保温 别再出现意外 就算狗在家里不爱出觅食 也能把其他选手熬走了 反观阿兰就有些坐不住了 看到湖面并没有被冰封 又屁颠屁颠地跑到湖边 开启了锤吊模式 但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 鱼儿也离岸边越来越远 以至于连续抛投了几十次 都没有任何咬钩的迹象 虽然他并不想就此放弃 但长时间暴露在冷风中 手脚都动得僵硬无比 不想昨天的悲剧再次重现 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营地 取暖的同时给自己煮了个鱼汤 挑战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 植物早已枯萎 浆果也被深埋 蛋白质也隐藏起来过冬了 想要找点食物真的很难 随着夜幕降临 怀特也返回了庇护所 吃着烤鱼唱起了歌 那嘚瑟劲儿 连老天都看不下去 一生气就把庇护所给他点了 好在他反应够迅速 赶紧爬起来进行抢救 用一锅水避免了悲剧发生 返回室内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认真检查医务处是否留有余境 经此一闹 怀特也没有了睡意 就这样盯着火堆坐到天亮 来到室外检查失火原因 竟是填补缝隙的苔藓所致 为此他将干燥的全部去掉 搬来大量石头重新堆砌 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而米奇一大早就唱起了生日歌 给远方五岁的儿子送上了祝福 虽然这段时间制作了很多礼物 但是过生日不能陪在儿子身边 他的内心还是无比痛苦的 行到深处 想起自己那糟心的童年 发誓绝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 立即擦干眼泪 拿起床佩 来到室外寻找蛋白质 一心只想利用狩猎来获取食物 结果挑战才进行到第52天 他就沦落到了吃血的地步 现在别说外出寻找食物 就算是走到河边取水 都累得气喘吁吁 开局到现在 几乎没多少打野画面 出现最多的就是狗在营地救手工 等待瞎眼的杰瑞撞进陷阱 或许是与自己的名字有关 50多天竟捕获了21只杰瑞 靠着他们才坚持到了现在 妥妥的本纪挨饿之王 而相比于三天恶九顿的米奇 怀特的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 虽然庇护所失火 惊出一身冷汗 却也无意中开发出新的烹饪技能 只是这个鬼地方处于北极圈之内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柴火来取暖 就只能躲起来释放被动技能 挥舞着锯子一顿疯狂输出 但闻到香味就失去了动力 立马回到营地大快躲移 看到外面大雪纷飞 寒气逼人 阿兰直接选择狗在了家里 尽可能地减少能量的消耗 毕竟每多坚持一天 离百万美金就更进一步 虽然他储备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 但夺冠的心却从未发生动摇 只要不被节目组强制劝退 是要超过牛哥生存百天 时间很快来到了54天 飘了几天的绝花终于停了 怀特走出营地望向迅鹿湖 看见湖面并没有完全冻结 立马戴上打野装前去查看 要是能遇到松鸡伯鹿 还能换换口味 只是这里的资源属实有些贫瘠 最后连根蛋白质的毛也没遇到 而当看到被冰层包裹的刺网 怀特的心又凉了半截 但他并不死心 颤颤巍巍地走上结冰的岩石 结果一个大翼差点摔进湖里 赶紧去找了个衬手的工具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后 满怀期待地开始打捞 好家伙 连根鱼毛也没有 浪费了体力却一无所获 怀特气得口吐芬芳 时间来到第55天 阿兰在湖边捡食着柴火 顺便观察一下冰层的厚度 暮色还需要几天才能冰掉 他可不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的主 于是提前开始制作破冰鞋 只是长期的营养不良 让他由内而外地感到疲惫 巨根树枝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能干干停停 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完成制作 差点冻死在户外 而米奇这几天一直意念打野 压根就没有走出过营地 无聊就在地上画圈圈 诅咒其他选手退赛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滴滴滴的声音 原来是节目所通知他体检 由于太久没有热量摄入 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连穿衣服都有些费劲 等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营地 米奇已在室外等候多时 看他瑟瑟发抖的样子 只能回到室内检查 让医疗人员没想到的是 他的脚趾早已失去知觉 再不处理 恐会造成永久性伤害 就在工作人员讨论处理意见时 室内的米奇早已生泪去下 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还没等医疗组商量出结果 米奇就做出了提同跑路的决定 这样离开至少比强制退赛好看 虽然没有坚持到最后赢下奖金 但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洗礼 他终于有办法陪着儿子走出阴霾 随着寒冬的来临 丛林中找到的食物越来越少 怀特看着已被洞前的湖面 决定对里面的鱼下手了 考虑到冰面还不是很厚 造个冰梯来分散下重量 历经两个小时的冰雕浴 才完成来到了结冰湖面 用斧头在上面开个洞 立即进入冰雕模式 不知是鱼儿已经冬眠 还是选择的位置太靠岸边 在寒风中吹了三个小时 连手指冻的都要僵硬了 也没有鱼儿来咬钩 时间来到第57天 一直节衣缩时的阿兰 饿得出现头昏眼花的情况 如果再找不到能量补充 他将很难再坚持下去 而冰掉是他目前唯一的希望 穿上早就制作好的雪地鞋 颤颤巍巍的来到湖中心 先用斧头开凿出冰冻 又去爆来了大量的苔藓 一切准备就绪 立即开始了锤掉 估计是饿太久 脑子不太灵光 有苔藓不用 直接跪在冰面上 何况此时的温度已是零下24度 每次寒风吹过都像小刀拉屁股 但为了百万奖金 阿兰只能坚持 时间来到第58天 由于上次冰掉的失利 怀特拿出了弃用的刺网 他要修复一下 再次下到湖里 这样就不用站在冰上 喝起北风了 带上冰梯和刺网来到老地方 用斧头凿出长方形的冰冻 拿几根原木当做锚点 把刺网垂到冰面下 眨眼功夫 自动捕鱼装置完成 接着回到营地 烤着篝火 喝着鱼汤 舒服地横击起来 谁料烤着烤着 脚指甲竟然脱落了 好在并没有其他不适感 这点小伤 对怀特来说不算什么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却差点让他悲剧了 只见熊熊烈火迅速满盐 吓得怀特取出全部的淡水 一股脑地泼了上去 还好给扑灭了 只是没有了篝火 今晚只能释放被动技能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两人除了外出查看渔货 就一直窝在营地里烤火 期间怀特拍死一只杰瑞 加了个餐 而阿兰营地外来了只黑熊 差点没把他吓死 就这样在寒冷孤独饥饿中 等人熬到了第62天 怀特本想外出取点水 结果来到湖边 养麻呆住了 应该是昨夜的腰风摧毁了冰层 让怀特的刺网也跟着遭了殃 现在连打水的心情也没了 骂骂咧咧地返回了营地 大口咀嚼着水煮一片 发泄心中的郁闷 转眼时间来到了64天 看着新生的第一缕阳光 怀特突然就明雾了 家有娇妻 有懂事的孩子 还有一份足够养家的工作 为何要在这鬼地方挨饿受冻呢 想明白后 立即就拨打起了电话 随着工作人员来到营地 怀特正式结束了本场挑战 开局至今他一直大鱼大肉 目前都还有几天的存粮 现在之所以要提同跑路 是他认为已经做到了一个酒鬼的自我救赎 怀特走后只剩下阿兰 体检通过的话他就夺冠了 节目组不动声色地发了通知 阿兰立即进行了一番自我检查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着直升机落地 各项检查正式开始 体重虽然下降了几十星 但身体的各项机能正常 两个多月都没和人交流过 阿兰忍不住和他们唠了起来 这时一个人影从身后走来 此时此刻阿兰才意识到自己赢了 不仅可以带走50万美元的奖金 阅历上也将多一条辉煌战机 随后他带妻子参观了营地 分享了这些天来的经历 荒野独居第十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还想听我讲哪一季 评论区你们说了算